安乐死的目的是为减少病患的痛苦 有积极的注射药物致死 或是消极的帮助患者去除维生系统 自然死与安乐死不同 所谓的安乐死是为减少病患的痛苦 以特定方式 例如积极作为为患者注射药物致死 或是消极作为去除维生系统 刻意结束病患的生命 有关这个安乐死 这个有两种看法 一种就是没有意义的生命 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而且是在消耗社会资源 另一个角度就是 生命存在有它的价值 佛法是反对自杀 但是如果面对这个个案 要进行安乐死的时候 要看看这个个案 如果这个个案能够接受佛法 能够接受佛法的教导 引导 能够在一种很自然的状态 很欢喜的状态 离开这个人世间舍抱 这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没有建立好 这个基本的观念 还有良好的态度 这样进行安乐死 是蛮不妥 所以安乐死 如果结合佛法 我个人的看法是可行的 面对明知救治无望的末期临终患者 因为进行急救 而增加其承受痛苦的时间 这违反了不伤害原则 如果患者曾表达过 不接受急救的意愿 医疗人员硬是予以急救 也违反了自主原则 十方新闻记者 莱一荣 桃园采访报道